大家好,欢迎收看最余原意 野外的发财术很皮实 经过砍头修业修根运输 重新上盆栽种后会变得交气很多 由于花图有限,根系也不复从前 这也是它动不动就黄叶的终极根源 尤其是一些新上盆的发财术 当个别枝条出现黄叶较多时 可以在这个位置披一刀 不仅解决黄叶,还能让枝条一变二 这个位置便是枝端击步 发财术遭砍头后 最优质的顶端优势不复存在 光合作用得到的养分 大势上多供给静干 让静干变粗变壮 从而得到树形古朴的盆栽 但这也有一个弊端 就是枝条的增多,需要人为的引导 一般是通过在静干顶侧不可商 以达到增加牙眼 最后牙眼长成树枝 除此之外还可以将原有的树枝 从枝肌部减去 这样可以一变二 达到促枝增枝的效果 当然了这个过程 最好要在发财术生长旺盛期操作 且所选的枝条 需要长到10厘米以上 气候较温暖的生长旺盛期 牙点才容易孕育 而以增牙眼的方式不难看出 这些枝条是由不定牙发展来的 太弱的减了就跟抹牙一样 增枝容易失败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我们的视频 记得订阅关注哦 下期再见